真的等拿回你可能也不敢買 不敢買 講真的是 那這種股票該怎麼辦 好 其實喔 這種我覺得最簡單的一個邏輯 你乾脆不要買 因為你不敢追嘛 你看了又心癢 買了你又心胖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變達人 我是修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談來賓 艾倫哥 艾倫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 好 對 艾倫哥來到我們現場之後 台北股就是氣勢如虹 確實 現在我們錄影時間 已經佔上兩萬零五百點了 沒錯 好 那麼對於艾倫哥而言 剛才打聽了一下 現在對於現金水位 實在是非常的不屑 覺得趁著本輪的勢頭 加緊來進行資產價格的行列 是值得留意的 那我們就來留意一下 如果現在市場上的氛圍 是一個顯著的多頭斷 當然你從短期邏輯來看 當然是持續做多 可是這段時間我們觀察 美國股市所公佈的財報 它到底對於台北股市 電子股的影響為何 你看到有些好有的壞 可是股價至少在過去一個月當中 都在做顯著的回調 那到底 先問一件事情 美國股市本輪的回調 到底跟財報面有沒有關係 第二件事情 財報在本輪公佈以後 市場上對於台灣電子零組件 到底是以展望力多 還是稍微有點悲觀的看法 好 其實目前來說 我覺得這一次一樣 算是財報周 救了美國的整體的走勢 因為美國其實 大家應該知道修正的幅度 其實比我們大 我們至少守機線 但是他們全部都有跌破過後拉回 那整體來講的話 這一次的財報周 其實我個人認為 普遍應該算是利多啦 那甚至這個 上禮拜五公佈的 這個非農跟失業率 對於目前的美國股市來說 也屬於是利多 所以算是一波修正後 然後又藉由財報周的這個利多 慢慢爬回到了均線之上 對那我可以看到 像這一次 像特斯拉 就是準備推平價的車 哇 四天漲了30% 那再來蘋果呢 回購1100億的負償股 週五也漲了6%左右 那再來Google Google也回購了700億 那這些相關的概念股也可以看 那另外微軟 也是一個歷史高的財報 亞馬遜也是一個同期新高 那只有美超維上次公佈之後 4月30號才公佈新的Q3猜測 算是一個跟之前邏輯不太一樣 所以美超維會認為說 市場是不是認為他們 哇 你為什麼不跟之前一樣 提早去公佈這個數據 而是拖延到最後一天 4月30號才公佈 那公佈出來之後 確實也是說了 他們供應鏈 因為他們原本是小公司嘛 那一次過很大 那過很大之後呢 供應鏈的整合有一點問題 所以帶動了Q3的猜測 可以有一些些的下調 可是整體來講 實際經營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是這樣講的 那當然對於股價現階段來說 確實是一波比較明確的修正 但我個人認為 中長線而言 AI這個話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可是現在看起來是利空的不跌 利多的給它漲 沒錯 造就了美國股市本人的反彈 可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現在市場上 針對整個下半年 比較擔心的是 終端商品是否真的有復甦 我們看到那些AI的軟體商 你像是Google Amazon 微軟 那財報是真的好 而且股價表現 今年以來真的算是不錯 所以基本上 從整體而言 我們至少可以確定 針對AI伺服器 to be 需求持續長旺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都很清楚 這AI伺服器 第一 它佔總伺服器的佔比 沒有想像中來的高 那第二 針對台灣電子零組件 這伺服器佔手機PC的比例 也沒有想像中來的高 所以沒有手機PC 全面終端商品的復甦 好像AI它始終就是一個題材 那問題來了 其實你如果仔細看 這一次特斯拉和蘋果 它的股價上坦 似乎都不是財報多好 蘋果是因為實施庫廠股 對 特斯拉是因為已經跌到 不能再跌了 所以反而利空出盡 可是如果你仔細觀察 第一 電動車真的有 非常明顯展望的復甦嗎 第二 今年的i16 一定會賣的比i15 i14來的好嗎 這個是市場的擔憂 那我們對於AI端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於這些終端商品 你的看法為何 好終端商品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特斯拉其實 應該不是說特斯拉 電動車在今年1月的時候 他們已經講了 像中國這邊 我們已經進入紅海市場 對 他已經就已經給你挑明了 現在就是價格戰 所以其實很多的這個法人 對於今年電動車來說 是比較保守看的 對 那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 特斯拉確實在講完之後 一路下跌到今天說 我推平價車才做反彈 所以會不會是一個短線的利多 那反而如果是這樣講 我會覺得那不如去看車用零組件 因為大家不想換車嘛 那不想換車 舊車沿用就會有換到這一個 二手零組件 所以或者是說 我就指我不換車 但我換車零件 所以一些相關的 譬如說像東洋啊 會不會在後續繼續有表現 我相信現在股價應該 跟一些車用電子比會差很多 所以反而車零件 是可以持續去關注的 那再來蘋果 我個人認為 它這一波至少就技術面而言 我們前面那個頸線過了 對 那接下來又要準備 有這個iPad嘛 iPad又要推出來了 所以反而是一些 短線的iPad利多 這相關概念股 能不能去注意一下 那得邏輯是喔 是 做品牌商的 今年不一定迎來全面復甦 是 可是由於 品牌商沒有賣的特別好 反而有很多人要換零件 舊車繼續換嘛 對於零件商 對於一些供應鏈反而會有一些顯著的拉抬 那換句話說 你對2024年的看法 就不是那種 終端需求全面復甦的大好了 是 反而是類股持續輪動的空間 所以在5月份 市場上比較擔憂的幾個方向 就是第一 會不會有報稅季所產生的賣壓 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等於是說 整個二季度 還是不會預設大盤 長到什麼地步 但是應該是尋求類股之間的輪動 是 OK 好那問一下 如果是以台北股市 現在當下目前最為流行的主流題材 而且基期還沒有明顯被推高的 哪些類伙可以注意 好這個可能就講到我們的這個CPO了 因為這一次我們的這個 台積電在北美的技術論壇說了 就是CPO 就是CPO 所以呢 這一次也可以注意到 相關的矽光子概念股 在最近的表現 其實都有一個輪番上陣的狀態 那當然啦 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這一次的上全 上全是先動的 那除了它之後還有光盛 不過我們今天先講兩檔 好上全跟這個訊星KY 對那這個上全呢可以注意到 前面下降趨勢線 我們就技術面來講 有一個帶量突破 一個帶量突破的這一個下降趨勢格局破壞 那漲上來之後 遇到前高附近開始在做震盪 可是他可以注意到震盪過程中量能也呈現萎縮 好那雖然五月均線跌破 不過我覺得短線上你去守記線就好了 然後就看後面這個題材繼續發酵 能不能去緩步的突破144塊的高點 再來是訊星KY 訊星KY反而是一個短線也是非常強勢的個股 一樣有下降趨勢線 一樣在底部出量去佔回全部均線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現在找的電子類 我會找一些比較像是 它是低級期的 或者是說前面像散熱真的就很恐怖了嘛 西紅雙紅 那個你真的要買你可能也買不下去 可是呢如果這些CPU開始在慢慢的 形態上的轉折 然後量能開始出來 表示有關注度有題材 然後又佔回季線 形態上又開始好轉 其實反而是可以去留意這些算低價位的 一個電子相關概念股 所以重點就三個字 要低級期的電子股 沒錯 換句話說 我們看得很清楚在過去一個月當中 其實有很多大型科技全市股 電子股的部分 其實已經在高位震盪了 你推也推不太動 下來也下不太來 但是呢 這是電子股的跡象 因為這套邏輯 導致我們必須去尋找低級期 你知道嗎 去追高有點封建 可是對於內資 營建股 資產股的部分 好像邏輯就不是這樣了 全部都在創高 是 那這個時機點 我們要先聊一件事情 第一 到底在二季度 營建股 過去的慣性會這麼好嗎 是 你要知道二季度是暴稅 五窮六絕 通常對於資產股 營建股 都會適度獲利了結的賣壓 是 那第二件事情 二季度 內資有理由這麼好嗎 通常真正的推案量 不管我們看到329 或者下半年928檔期 事實上一直到下半年 營建股才會有 重存欲動的感覺 那現在營建股 資產股率先噴出 這個時機點可以介入嗎 它的漲 是真的有財報力多在支撐嗎 好 其實必須說 營建股 它其實很多的展望力多 展望啊 對 展望力多 或者是說 像是一些科技業的加持 甚至是政府的加持 像是2018年的前瞻計畫 然後科技業 從2021年開始陸續建廠 去年還有新清安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社會住宅了 剛講到類似的這種 政策概念 蓋社會住宅也是營建股力多 沒錯 我以為會有害房價 沒有啊 因為它還是要蓋嘛 蓋還是要找誰 還是要找建商 OK 對 那再來就是大都更時代 然後再來是2020年的交互潮 好像從地震開始以後 營建股的行情就一路燒到現在 人家地震是向下震 它是向上震 OK 好 那如果是營建股層面 現在有兩種 一種是長得非常高 對 有一點離譜的 另外一種是基期不高 可是問題在於 市場上會擔心 市場在今年的推案量 是否能夠有顯著的買盤支撐 是 那首先先講 台灣的房地產市場 到底就目前的狀況為何 你的觀察 它經得起現在如此高的股 欸 有些翻倍式增長 對 對不對 那代表獲利要翻倍 感覺也不難了 是 你的看法呢 好其實營造營建股在這一個月至少這一季 五檔破百趴 我們有禮拜天才做資料而已 對 漲幅破百趴 所以大家有人就說 我買房子 我不如去買房價的相關概念股 對 那當然啦 這個我個人覺得邏輯不太一樣 一個是資產型的配置 一個是去衝 衝資產 這樣講 應該風險不太一樣 對 那我會覺得 不能太直接混為一談 你是意思說買房跟買營建股 不能混為一談嗎 我會覺得好像邏輯不太一樣 我個人覺得 對對對 那當然啦 房價這一塊 我個人覺得還是問浩哥 浩哥最近蠻厲害的 哈哈哈哈 我都沒有跟人家講 手上四肩被課存房稅了 對不對 好 打到這邊 那先問 如果是高價股 是 尤其又是那種大建商 滑過的部分 是 這一種的話 一定要等拉回嗎 但是現在遇到很大的問題 是 等不到 是 真的等拉回 你可能也不敢買 講真的是 這種股票該怎麼辦 好 其實 這種我覺得最簡單的一個邏輯 你乾脆不要買 對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敢追 你看了又心癢 買了你又心怕 對 那乾脆你不要買 對 因為我剛剛講到 前面電子其實有些低機器 但是如果你真的 我無法捨棄這個 現在市場上震望的東西 對 那我會覺得短線上 像強勢股 你就去守著五日均線走 然後底高檔不要有爆量 其實都可以讓它震盪 去看會不會墊高 那麼再來如果是像高價 你也不敢追什麼 永信建 滑固 那種一兩百塊 那漲幅又很多的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 其實整個體質還不錯 有些代銷也漲一倍海月 對 對 所以你看我們幫它準備兩檔 一檔是剛剛講到滑固 另外一個就是建國 建國其實在拉上去之後 這一波的修正過程中 目前已經在做一個底部打底 那同時量能業萎縮的狀態之下 後面如果開始又做一個 營建股內部資金輪動 其實它是有機會去做一個故障行情的 對 那乾脆幫大家準備一檔高價的 然後是多頭走勢的 那另外一檔是低價的 然後現在稍微去做一個 漲多的一個震盪的狀態 其實都是一個錯 一個尺度放短一點 一個尺度放長一點點 沒錯沒錯 那也挺有投資朋友了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市場上針對二季度 就開始有點分歧的走法了 就是二季度 很多人說到底該買電子好 還是該買傳產好 還說都該布局 可是現在問題就在於 資金其實大家就一套而已 通常行情題材 如果真的是屬於那種一個季度的題材 它可能真的是 一個族群它可能就完全被冷落 一個族群就完全的上漲 對 那這個時機點 如果我們觀察主流股的族群的話 在整個二季度應該要如何來做操作 好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以短線上操作而言 比較簡單的狀態是 今天盤勢很強 你就看電子 OK 今天盤勢很弱 你就看傳產 甚至是傳產的營造營建類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營造營建類是收黑的 是下跌的 那能不能去佈局 看它後面會不會上漲 那以及呢 今天 反而電子休息了 我能不能去買一些電子的主流族群 看它後面會不會上漲 簡單的就是說 買綠不買紅 OK OK 買綠不買紅 在這個盤勢 市場上就會擔心 是 你看五六月份了 五窮六決 買綠誰知道是不是 第一根還第二根還第三根 所以 所以這個可以再加一個東西 就是今天的綠 會不會爆量 OK 對 如果今天爆量 尤其高檔 你今天創高後走回落 還爆一個大量 那確實嘛 我們後面停看 停個兩三天 可是如果你今天很明確的 那個紅K上去就是 成交量就這麼大 可是我今天一下來 要跌個兩三趴 然後成交量萎縮成這樣 那顯示 多數市場 就是讓它震盪 那後面遲早會再漲回來 OK 好 那如果以各大類股來做一些觀察 有哪幾個產業 現在覺得是蠻活潑的 好 其實電子類我都找一些低級期 IC通路不算 樞紐類 像是新日新 其實最近也都剛回到全部均線 除了季線之外 對 那再來像CPU剛講到了 其實很多都是底部破底後 在做一個翻養的 那IC通路其實到目前為止 到今天 我們今天禮拜一 走勢還是不錯 像智尚這個算大哥 大哥級今天還在創新高 那像一些小弟 青亞紅一股威健 其實今天表現也都還蠻強勁的 所以呢 這個算是目前持續有熱度的IC通路 而且股價我覺得蠻便宜的 那這是電子類 再來傳產類呢 基本上有幾個 像是運輸 這個報價一直在上揚 那紡織主要是尬到資產股 資產股像這個南紡 哇那總是很強勁 然後還有像營造營建類 那這個就不用說 絕對是熱門 然後還有像造紙 像造紙的這個飾紙 像這個滑紙 甚至是跟探權有關的農林 這個其實都可以注意一下 OK 那再來汽車呢 汽車就是這個原本中華在代碼 後來三洋工業跟上 全部都是資產股 最後呢是育龍 育龍出一些新車 最近也才剛站回季線而已 所以這個如果你中華沒有看到 三洋工業也不敢追 那育龍在這邊剛站回季線而已 出量喔 是出量供給的喔 在回落過程中 我能不能去注意一下 跟剛剛講到的CPO概念股一樣 都是低基期 OK 那現在有一個長期問題 就是說我們如果是以中期尺度 回看過去一兩個季度 有些是屬於怎麼樣的低基期 它是創高之後的拉回 這個也算低基期 你像育龍這種 他就結了大半年的 這種叫做低基期嗎 會不會擔心是一個空投趨勢 好 我們對於這些類股 要怎麼判定 它到底是短期的低基期 還是長期的低基期 好 其實我覺得可以看第一個族群 像中華一直創高 對不對 三氧工業最近剛跟上 那如果以技術面上來看 能不能去以季線生命線 當做它一個這個短中線的一個 基期的標準 或者說這個多空的標準 人家說這個季線生命線 我就真的禮拜五禮拜四才剛剛站回來 而且前面挑戰了至少五次 都沒有站回的狀態之下 可以去留意它的這個趨勢形態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轉折 你就說大型的底部已經出現了 對 沒錯 OK 那如果是以資產股來看呢 是 如果以資產股 因為過去幾個季度來看 台北股市這一波的內資是 非常之強勁 非常強勁 那這種強勁會導致市場上 有更多的油資 開始有大量流竄的機會存在 我們現在看到台北股市 其實就兩套資金嘛 一個往股市 一個往房市 但是不管如何 資產價格 肯定是有持續推動的空間的 那我們像是資產股 你像過去南港 或者是各大台北 有龐大土地的這些資產商 它到底迎來的是真正財報的利多 還是說可能只是一個短線上 資產炒作所形成的一個心理預期呢 就是我們現在到底要怎麼看待 台北股市部分傳產股資產股 它到底是漲財報 還是只是漲熱錢而已 我個人覺得資產股 多數啦 我相信財報不要說很強 但應該算穩健 平 算平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像浩哥講的 這一次像這些資產股會拉起來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潮土地 對 主要應該還是潮土地 像這個南訪 南訪你有聽過嗎 有呀你可能有聽過 但你絕對不會去買嘛 如果你是做價差的朋友 相信這一次拉上來 基本上都是存股足 應該是非常開心 OK 那也就是說 這個原本不會動的股票 全部都十年磨一件了 現在全部拉起來 到底是真的有基本面支持嗎 我相信機率可能比較低 只能打短打的 對 只能打短打 那換句話說 這個打短打 最簡單的狀態就是 我就回歸看技術面嘛 我也不去預測你高點在哪 反正你現在資金就往這邊跑 那股價既然繼續往右上方移動 它就是呈現多頭格局 OK 那只要在高檔上沒有出現 我剛剛講的 這個高檔爆大量 KK的狀態 基本上都是休息過程中可以去介入 像南訪就是 它創高了兩根 它拉了20% 那後面這5天到6天 其實都是守住一個小平台 在這邊做震盪量 量在說 對 所以這邊是不是能夠注意說 假設資金輪一套又輪到南訪 後面有沒有機會再繼續創高 相信是可以去注意的 那如果是以IC通路來看 這個時候基本面還重要嗎 還是一樣 很模糊 IC通路呢 其實基本上 營收就很重要了 對 因為可能講到終端需求 對 對像是什麼紅衣股跟瑞育有關啊 或者是說像是這個琴雅小的啊 至上大的啊 那至上又跟三星有關等等 其實都會跟著他們的營收 或者是說跟著上面的大哥去做 連動 那威健的部分 其實它營收非常好 三月也是創新高 對 那今天我們在講的過程中 它其實股價也是繼續創高了 我們漲好像6、7%去了 那整體來講 足群性有起漲效應 又有基本面的支持 再來是整個這個題材 都還是圍繞在電子出貨的狀態 所以整個威健啊 像是紅衣股啊 或者說像剛講到琴雅至上啊 其實都可以持續注意 它股價都一路往右上方移動 OK啊 那我們要做一個總結了 是 就是說看得出來 針對整個二季度台北股市 今年似乎還沒有出現 五窮六窮任何心理預期啊 是 好 那接下來就有兩個要點 值得來留意了 第二個要點喔 就是我每一次分析師來 我都會忍不住問一下 是 就說兩萬點喔 從點位上來看 肯定是高 嗯 可是呢 好像大多數人 針對2024年的兩萬點 跟當時2021年的一萬八千點 是 那個感覺 心理情緒又不太一樣 是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你覺得2024年的行情 跟21年像嗎 那如果不像 它不像的地方在哪裡啊 因為它的點位 其實都是高檔 沒看法 好 其實在20那一次一萬八 那一次啦 那一次是什麼堆出來了 是QE堆出來的 嗯 所以也就是說 這是美國無限灑熱錢 推出來的時候 而且資金熱度行情熱錢 可是這一波 為什麼上漲到現在 好像市場還是維持相對的熱度 現在還在QT呢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的基本面是有加持的 對 所以整體來講 整個經濟 整個這個總體的這個產業等等 其實都在講復蘇 嗯 對 那都在講復蘇的狀態之下 變成這一次的錢啊 是什麼錢 是真的大家賺到的錢 嗯 所以又跟原本那一次QE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大家就會期待說 哎 這次升息之後會不會 降息之後啊 會不會有更多的熱錢湧進來 嗯 哎 我反而覺得可能這個QE開始真的 不是QE啦 這個 預防性降息 對 開始做降息啊 我反而覺得可能就要開始稍微停看 聽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 大家都知道在預期嘛 那預期之後會不會真的實現了 嗯 那反而開始走回落 你看這一次升息 原本一開始升息也是崩到亂七八糟 嗯 可是後面邊升我們股市也是邊漲 那會不會是變成是一種這種循環啊 大家後續可以注意一下 再來2024年我個人認為喔 應該是不會有崩盤的機會 嗯 但崩盤跟下跌不一樣喔 可能跌個一兩千點是有空間的 嗯 對 只是不會說我們說以這個空頭 進入空頭為主就是跌20%嘛 我覺得這個狀況應該不會發生 那只不過有回落的時候 確實還是可以去好好注意 有沒有機會何而再上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了 當然啦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也可以先加入 愛倫格的Line8 YouTube 臉書或者IG啦 是 那裡頭都有非常多宏觀的資訊喔 但這個問題喔 我是忍不住要問啦 因為就目前台北股市的狀態喔 很多人就如同你講的 嗯 我就是在等那一兩千點的下跌 是 裁跌一週就結束了 是 我還沒買呢 是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那個陶學威榮裡面呢 打說 我還沒上車啊 我還沒上車 我還沒上車的 或者我資金投入不夠的 嗯 可能呢 我本來是準備股票在高位都已經進行出錢了 嗯 我這一次才接個一兩成 就沒了 八成都還是現金 就沒了 是 現在這種位階 我要等下一次回調 嗯 還是不如就趕快參與這部行情 好 我會覺得是這樣子喔 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實那一次大跌 單日最大跌點嘛 4月19那一天 跌一千 盤中跌一千嘛 結果是跌七百多點 對 你看到那一次其實是爆了一個7000億的量 喔 對 所以其實可以注意到 當下跌 你在買的嗎 對不對 沒有沒有 沒有我在賣 沒有沒有 哈哈哈 開玩笑 開玩笑 你可以注意到 下跌出量 人家說量價的關係是背你 不好 可是下跌爆量喔 其實是可以注意 低點就在不遠處的 這個我之前上其他節目有講 好 那也就是說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當你又想要重新上車的時候 你覺得現在股價高點的時候 當你去注意 下跌的過程中 破底也沒關係喔 到底那個量 能不能去爆到一個 可能至少6500億之上 那7000億肯定是爆量啦 至少呈現在的5日均量來說 肯定是爆量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再想 找一次下一次那種買點 然後你現在又一樣不敢進的 你就是很有耐心的這種玩家 那記得 再等一次爆量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個比較大 批量的布局 這應該是屬於中長期投資者 沒錯 短期投資者 短期投資者 我個人建議啦 就像我剛剛講啦 你且看且走了啦 就是 找族群 不要找指數 連動比較大的 對 因為指數可能在這邊會做震盪 甚至創高 但是呢 你只要創高 或者是震盪 你手上的持股 中小型個股有沒有機會漲 其實就有機會漲 就連下跌 其實還有族群出來表現 所以在這邊呢 我會覺得指數沒有這麼重要 好好找到你覺得不錯的個股 然後去做介入會比較實在 對啊 所以基本上 在接下來的操作邏輯當中 基本上還是可以分為 短線資金和長線資金兩套啦 是的 我有兩支腔 長短不一樣嘛 所以因為都是朋友 多做一些觀察和留意啦 每個人的資金 水位控制不同 那艾倫哥也可以投資朋友 做一些 更細節宏觀上的一些建議啦 挺有投資朋友 多做一些參考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 台主男人秀再相見 感謝艾倫哥 感謝各位 本節目所推介商品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